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嘩,這麼好的呀?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今天又能夠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些近來發生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擾香港的問題 我們香港出路的網上電台節目的目的 就是希望為香港能夠尋找一條出路 能夠真正正解決香港面對的問題 我們不是希望,只是和大家一起大事批評 政府,某機構,或者某人對某事處理都不好 大家發洩一番就算 我們是要希望,就要了解到 為什麼問題經常糾纏不清 都是解決不來 主要是因為我們仍然未能夠洞出問題的核心 往往只是停留在問題的邊緣 未能夠一心見血 了解和直擊問題的根源 過去我們很多時候想的問題 就是我們往往都依賴一些所謂的專家 行內人、專業人士來幫助我們解決這些問題 而我們不知道,其實很多這些問題 都是因為這些既得利益的人做出來的 往往令到處理問題的時候 就是本末倒置、顛倒是非 我們希望能夠深入一些討論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來龍去脈 最後提出一些具體的方法去解決問題 以及建議我們香港每一個人 可以做到什麼去幫助解決它 簡單來說,如果你是那位負責人 或者你是特首 或者你是當時的局長 在當時的處境之下 你會怎樣處理那件事情呢 我們經常都認為 要解決問題是真正有效的方法 都要具備以下的條件 第一,我們要認識問題的核心在哪裡 第二,我們要認識問題的為什麼會出現 第三,如果我們知道問題的起因 往往我們針對起因的解決方法 就是很容易就認人而解了 最後我們說 如果我們大眾 能不能夠只是付出少少的代價 就可以推動一些具深遠影響的建設性行動 好了,那我們當然希望 大家可以用封煙的方法 來和我們參加討論 我們封煙的電話是2134-1134 電話是2134-1134 或者可以用ICQ留言 我們ICQ的號碼是439-457-249 我們今天討論的題目就是 中華醫藥何去何從 我們很開心 能夠邀請到香港有兩位中醫協會的主席和理事長 其中是余鴻超中醫師 他是中華股醫藥保存協會的主席 另一位是余國偉中醫師 他是香港中醫師權益總工會的理事長 其實我怎麼會遇到這兩位香港的中醫前輩呢 大概在上星期四 原來我知道香港有些中醫在立法局做些請願的行動 於是我亦都去參加討論 當時我認識到香港原來很多熱心的中醫界的人士 我亦都趁這個機會認識到之後 我都希望請他們來和香港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香港現在的中醫界所面對的問題 可以說香港回歸了十年 在這個過度裏面 可能是因為政治因素 中醫就開始有自己的法定地位 在表面上應該可以說前途應該是更加會好的 當時我遇到有些中醫 他們告訴我他的經驗 他說自從1997之後 中醫可以這樣說 他的生計是越來越困難 逐點說 賺食越來越難 我經常會想 為何會這樣出現呢 所以我希望 今天兩位嘉賓可以和我們在這方面 多一點深密一點了解一下 到底香港現在中醫的傳統是怎樣 還有我們將來會遇到什麼問題 或者現在遇到什麼問題 或者我首先希望 你可以先介紹一下 你們立會的宗旨 你們希望在香港做到什麼 或者我先請余鴻超中醫師說一下 中華股醫藥保存協會 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呢 他們是希望做到什麼呢 實際這個會呢 實際這個會呢 成立了兩年左右 那 2002年的時候 實際我都是在 權醫師總工會那裡 我都是一個創會會員 後來我看到 香港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中醫 我看來 在20年左右 都沒有了 為何這樣說呢 那就是因為 你現在培養新的中醫學生 有三個學校讀出來 有100個中醫學生 每年培養到 那你老的中醫呢 他絲帶圖是 即是非法 那好了 新的中醫進不到行 老的中醫不是 死了就退休 那兩邊一收縮 20年左右 香港還哪有中醫呢 我看不到有中醫的存在 當然你說 到時存在了三幾百人 那不算是有中醫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怎樣搞呢 那這樣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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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同時就說 香港有 一百個中醫會 到時都沒有中醫 都沒有中醫了嘛 中藥管理委員會 他還管什麼呢 沒有東西管 所以 他們都會解散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中華古藥保存協會 就出來說 這個會 是一個 歡迎 全世界任何人 只要他愛護我中華醫藥 他就可以入會 做我會員 全世界 為什麼我會這樣做呢 我希望 我多些會員 在我手上的時間 我就希望 我可以有機會 跟政府說到話 喂 我現在很多會員都說 要什麼 都要保存這個 傳統的中醫藥 如果你不保存它 就沒有了 這樣 所以這個會成立的目的 就是這樣的 因為這樣下去的話 我看不到香港的中醫的前度 在哪裡 他的遠景在哪裡 我是看不到 好 或者我 再請另外一位嘉賓 余國偉總理事長 或者在香港中醫師權益總工會 或者歷史背景 和他們的宗旨是怎麼樣呢 好 多謝主持人 各位朋友好 我們香港中醫師權益總工會 就是 起先就是一個中醫權益關注組 起始的 後來才正式成為一個工會 因為香港政府 打算把香港中醫的業界的人士 就要他們所謂正規化 要過度性成為一個認受性高的註冊中醫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一班 當時是十幾個 有理想的人 我都很幸運 其中一個 參與其中的目的就是 恐怕 港英政府的管理方式 用在管理中醫的層面上 令到很多中醫界的業界人士 受到很多無謂的壓迫 而從而出現一個香港中醫權益關注組 繼而今天的權益總工會 主要就是為業界做一些爭取 應該要爭取的權益 比方 在香港 百多年的歷史 中醫中藥 可以說是 遠遠留長的 但是因為這個過度性安排 是很多很多的分化的做法 令到中醫的從業的人 真正的中醫 拿不到牌的 有些畸形的情況出現了 成為 頂多就成為表列中醫 令到他們的生計 是在一定情況之下 是受到威脅 所以我們覺得不可以不為這個基本的問題出聲 是 我們遇到問題 我們其實說的是什麼問題呢 譬如香港的中醫界 現在已經有 注冊中醫和比例中醫 其實在政府的立場來說 大家都可以行醫 這個名字 就是說表列中醫和註冊中醫 在一般的市民裡 我不知道它認不認識的分別 或者在他找中醫的時候 我亦都會不會說 你是否是表列中醫或者註冊中醫 現在哪一方面的權益是受到不公平的處理呢 從而會令到香港的中醫行業 會出現嚴重短缺的問題 譬如剛才姚洪超中醫師說 其實你說我們香港每年都會畢業一百個學生 相反以前沒有 以前雖然香港有很多私人的中醫學院 或者個人教授 一直都有 但起碼我們已經有幾間大學 好像都不止一間 香港三家大學院都是不斷地來培訓中醫的 所以你可能跟香港人說 咦?我們中醫會青紅筆節 或者中醫會沒落 起碼人數方面其實是越來越多的 在正統的培訓之下 其實人數不會減少 所以你剛才說的問題 我們要保持股醫藥 那是什麼問題呢? 是不是現在那些學生不懂中醫藥呢? 西醫化了的中醫 我們現在大學訓練出來的 問題的核心 那這一百個中醫呢 那香港有沒有中醫院去收留他們 他們沒有臨床經驗 沒有臨床經驗 怎麼入行呢? 西醫 他讀完書 他都很多政府的醫院收留他們 請他們 他們要跟師傅 一樣的 中醫有沒有中醫院 那誰收留他們呢? 他說走來去老中醫學 老中醫也不會教他 他也看不起老中醫 因為他是表列 我讀完五年 我比你厲害 他們這樣看自己的 好了 他們可不可以回大陸 去到實習呢? 好不幸大陸呢? 全部中醫院 中醫為皮 西醫為實 那個醫院呢 在國內呢 二千八百間醫院 中醫院 沒有一間是用傳統中醫醫人的 全部用西醫 好了 在國內 那些中醫可以用西醫 可以用西藥去醫人 香港的中醫 你用西藥去告他們 暈倒 沒有得用的 那這幫中醫學生 他怎麼搞呢? 他中醫方面 他又沒有經驗 他用西藥去醫人 他又犯法 那怎麼搞呢? 那所以呢 這一百個小時出來 沒有幾多個可入行 我個人的看法 是進不到 以往幾年的經驗呢 我收到這個訊息 只有兩三個入行 為什麼有兩三個入行呢? 原來他老爸最喜歡的 就搞定了 即是跟班 是啦 跟班的老爸好行 搞定了 那其他的畢業 他們後來做什麼事? 就是從業做什麼事? 你現在當然是這幾年的事 這些學生中醫 他們沒有進行 他又不可以說去開一間醫館 太年輕了 你知道市民 看見你這麼年輕 不夠老 就不信你 我有個老友 一起玩模型船 他弟弟是第一屆 在浸大畢業 那他怎麼掛牌呢? 就是在模型船 那裏 就是 不是 就是 他在旺角 做模型 他在模型船的商店 是啦 商店裏面 就是這樣做 就 整個 就是 這些這樣的傳單 放在那裏 是啦 買些卡片 註冊中醫師來的 大佬 就是這個傳單就是 所要求 就是在浸大畢業的 第一屆 現在還在考試 就是要考那個 中醫藥委員會那個 為什麼會去到這樣呢? 就是 就是 一般的人會這樣去看的 你說 你畢業 就是 找不到工作 或者 不能夠 找到足夠的病人 那 那 那 是不是反應香港是 沒有那麼多中醫需要呢? 就是 一定會這麼想的嘛 那你也是啊 那 你那個服務 是沒有這個需求的嘛 那我們是不是 就是 不應該在 香港三家醫學院 不斷地訓練中醫呢? 因為 根本沒有這樣的需求 那問題是不是這裏呢? 我 我認為呢 就是 就是 是訓練的方法 錯了 就不是那個需求的問題 如果你是中醫 是 可以解決 醫學的問題的時候 一定有這樣的需要的 我就覺得是這樣 就是 政府的資源的運用呢? 阿運勇都不適當 就是 找了一班學生 叫他讀完幾年之後 他根本是沒有安排出路給他們 明知是沒有出路的 有 有 我們 衛生福利局長長 有 他有的 就是 在什麼呢? 在 廣華醫院 就是 油麻地 廣華醫院 很大間 下面有一間很小的 中醫診所來的 不過 一向都沒有意思 你那裏的中醫師 絕對不可踏入廣華醫院 絕對是 就是 認同一下你的 實情 是這樣 不如 請余醫師 你講回你的看法 我講幾句 其實這個問題呢 我有些朋友 他入了大學 他問我 他都很想學中醫 他問我怎麼看 給他一些意見 我就說 你有興趣是一個很有利的條件 但是 請問你府上有沒有人 是在做中醫行業的 是 如果沒有的話 你這個興趣 就要慢慢探望他 他問我為什麼 我就告訴他 香港是一個 畸形的社會 來的 因為在這個 醫療單位 主導醫療 是什麼人 西醫官員 西醫官員 他們是一個重大的利益 記得者 政府是真的有心 是將中醫 在回歸祖國懷抱之後 中醫是應該和你現代醫學的西醫的人平起平坐的 政府的前瞻性我絕對沒有懷疑的 不過這樣 做事的 是一班西醫的官員 西醫的官員 他記得的利益裡 怎麼會將你中醫當成是真的平起平坐呢 絕對不會 表面上和你寒圈的時候 就會和你很嚇吐地說話 但事實上 在面前 西醫 不要說西醫官員 大部分的西醫生 都看不起你們一般的中醫師 為什麼呢 就是政治背景 這個水準 他認為他們是profession 你們的中醫 這樣摸兩摸又開張單給別人吃 好像很化學 因為他不了解 他就覺得你們傳統的中醫 沒有數據 沒有科學根據等等 是的 但是現在說 現在我們 例如我們從政府的角度去看 好了 我們了解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 資在 在中醫的醫學院 每年都訓練你一百位 新的畢業生 全科來訓練 所有的現代科技的工具 即技術都教了你 好了 那結果走出來呢 都不行 當然 你沒有配套 為什麼呢 根本上是一個死胡同來的 是 政府 就是想發展中藥港 發展中醫 和現代的西醫 平起平坐 但是主理這個問題的人 是西醫官員 所以他們呢 要保護他們現代醫學人 那種的技巧利益 在當中一定是會用他們的技術調整 令到這個問題呢 是 龜套賽跑裡面的龜 還有一件事就是 在那個過程裡面 到今時今日為止 醫療的公筒 四百億 用在中醫事務上用多少分錢呢 有數得計 是的 還有呢 到了今時今日 我們經常都倡道 你要盡快撥地興建中醫院 都現在都沒有一個舉動 最多就是 好像剛才 有 我們的同事說 在某醫院做一個 中醫門診 但是那些中醫門診的主診呢 大部分都是我們 國內的教授級的中醫 而不是你本地的三大學裡面的中醫畢業生 還有 最艱難呢 還是說 中醫 根本上就不適合在 這個 用西方的教育方式傳授中醫的 因為我們試想一下當年李時珍、華陀、扁雀、重景的老前輩 以往的古人 他們是不是想學堂學中醫的呢 他們完全都是師誠祖傳這樣出來的 臨床經驗帶給他們的信息 所以我們從來都覺得 一個中醫師 他既有文化當然是有一個有利條件 但是最重要呢 正如余鴻超主席 中華古醫保存協會的主席 他都說了 就是說 就算你現在現代醫學 西醫畢業 你去醫院實習 你都會跟一個主診的教授 都是師父 都是跟師父的 這個是自古到今天都沒有改變的 但是我們所見到現在香港的主體醫療衛生署 他們所拍中醫管理委員會 他們的方針 其實他們是很有心 要將祖傳和師誠的醫學 逐漸消除 還有我 以我理解 現在大學的 就是讀中醫學系的那些學生 他是去國內實習的 沒錯 就是不可以在香港實習的 你說什麼笑話呢 因為 其實很簡單 全部都是 利益上 所有公立醫院 都是西醫 我要澄清一句 也不要說西醫 應該說對抗醫療這種西醫 其實西醫 西方的醫術也有很多種 我要強調是 對抗醫療這種醫術的西醫 就是 香港的公營醫療體系 是他們的王國 就是他們怎麼會讓你進去呢 沒錯 還有 我聽 余國偉醫師說 其實 其實很簡單 都是 因為 如果他要發展 中醫的體系 不就是整個競爭對手 跟他搶飯碗 講來講去 我們這裡說話很實在 講來講去都是錢的 我就是 在加拿大幾十年 回到香港兩年左右 我又 講一下我 對 在那邊的時候 那些中醫的經驗 給各位聽聽 就是 我自己覺得 就是 假如 中醫 那個行業裡面 真的能夠解決到問題的話 他一定可以存在的 而且那個要求 那個需求 越來越多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時候 西醫是解決不到問題的 例如 血壓高那麼簡單的東西 他只是治標 他不可以接本 但是 很多時候 我在加拿大 那時候 就是 最初那時候 還很OK 就是 那時候 中醫 沒有人合法化的時候 還OK 就是 每個人都是 用回傳統的方法 就是 唐人家裡 每個人都知道 哪個中醫師是好 哪個是不好 不好 自然不能搞 但是 合法化之後 反圍 就 兩手不齊了 就 例如 我現在讀這段 廣告是 剛剛最近的 是 在Vancouver 在Vancouver 的報紙 賣出來的 內容大約是 高高伯伯 是醫治療 他就說 名副其實的 中華中醫貴保 韓心寨治療醫院 在西安 原國家衛生部領導 高度讚揚 採用早傳中醫 避放 無需手術 外途中藥 健院二十年 為數百萬治療患者 解除痛苦 該技術引進加拿大 為國企 治療 脫肝 肝門濕疹 總之 總之 那裡有問題 都可以 那個 治療 會肝膚縮小 一般七天左右 連根自動脫落 98%不復發 而且 治療減好的 全額退橫 有沒有這麼好的醫術 就是 可以只能在這麼多地方生存 你說出來 一排出來 根本是欺騙人的 以前是沒有的 以前是永居然 你等這些廣告 就是 騰拐的 現在這麼大段 登出來 它不是一天兩天的 就是 它是博什麼 第一 是中文 如果你要告它 就要譯做英文 很麻煩 你要告它的時候 就搞不定 即是不是給鬼佬看 鬼佬不知道看 其實 而且 你進去 說要退款的時候 它有很多 藉口 你 最初 你說 我要用貴一點的藥 即是 你 再給多幾多萬元 就可以了 一定可以的 你給多幾多萬元 那些人自然會走 沒有的 它有很多方法是欺騙你的 你擺明是欺騙人的 這些東西 以前是沒有的 反而 反而 它是註冊的 是啊 這是合法的 合法註冊的中意 你剛才說 你說 我意思就是 有一個同樣的現場 就是 當有政府有 中意註冊的時候 就會出現良壽不齊 這個問題 反而有更多的情況 我相信是中意業界裏面的問題 如果你中意業界裏面 你不解決這個問題 你中意永不犯誓外 告訴你 你覺得是不是 兩位忠義士 我覺得問題根本就不在這裏 我相信 我相信大家說來說去 其實背後的問題都不在這裏 因為 在當晚 我亦都遇到有另外一位 香港是一個老中醫 他亦都是一個註冊的中醫 他跟我說 是他告訴我 他以前 他就有一個舖位 一個人做 有時候好 有時候幾萬元 再好十幾萬 很好 1997 1997之後 他的生意就一落千獎 慢慢地 他就要上去 自己舖位 不能支持 最終 他最近說他自己不能做 那怎麼辦呢 他就要縱援 我就問他 有什麼關係呢 既然你以前 你沒有註冊的 即是香港97之前 你是做得好好的 現在反而有註冊之後 很多中醫就開始說自己 身界有問題 其實背後 其實是發生什麼事呢 或者我們休息幾分鐘之後 再繼續生物一些 看看這問題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 去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 這樣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城市人工作 那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 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客人买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产品可以在陆创意的健康店买到 电话是28824848 我们今天又继续讲讲香港的中医药何去何从 我们两位嘉宾 一位是余国伟中医师 你和余洪超 众议师两位 应该由你们的会名字 你都可以反映你们两个看到的问题 第一香港古医药保存协会 余洪超医生觉得 其实中国古代医疗的智慧是需要保存 之外有可能会没有 股灭了 余国伟医师那里 他说中医师的权益 即是很明显 我们现在的香港的中医界 不论是中西医的权益的不平均分配 或者表列中医 或者注册中医的权益的分配问题 好了 或者我们再回头 再说一说 其实 我们担心 为什么会担心中医会灭亡呢 我曾经说 我们政府给你一些资源 虽然不是说四百亿 起码都有一点钱给你 做大学 反而我们担心 我们传统中医的智慧是会慢慢消失的 那么 你看到问题是哪里 我看到的问题 就是 因为师戴图 这种合法 以前合法 现在是非法 非法 非法? 我找个徒弟 他不是做中医 他没有用的 他做不到中医的 但他不是非法 他将来不可以行医 他学历做什么 如果你带一个已经不对月的中医 他就看我不希望 那就是他损失 他在他身上不是损失 我读完五年 我不比你 他是这样想的 好了 很简单 你叫他出去行医 对着病人 医治不好 他自己知道自己学了什么 他不知道医不好 因为他打了一本 很多方念了出来 什么病 用什么方 他试试用什么方去医 试试 好了 或者我们再另外一个角度看看 因为我曾经在台湾 跟台湾的中医界 都有少少联系 他们曾经透露给我 他说 台湾有间台南中医医院 医院学院 好像是七年八年制 他们要中西医都读了 不到月之后 其实他们可以选择 做中医 或者做西医 很有趣 他们发现 大部分的医院生 在选择之下 他们会做西医多 做中医 好了 问题是哪 为什么他们这么选择 八年 八年 不是短时间 发生什么事 你觉得发生什么事 这个情况 等于中国国内 一样 很多中医学生 他学中医 但是你知道他中西医结合 一部分学中医 一部分学西医 好了 学一学下 他用了西医 代入了中医 他用西医的理念 他就学中医 那就是四日 所以 所以 他们里面说的 不是我说的 他们里面报道出来 就是说 这些中医出来 在医院里面 第一天 你看病人 他就看发现报告 大哥 你是中医 你看发现报告 这些什么中医学生 什么中医 西医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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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那间医院 总之什么都好 就是用西医去医病 快的嘛 一下子抗生素 一下去 快也好 中药 没那么快好 实际不是 他未到家 所以他搞不定 西医比中医好 他有这样的错觉 但这个不道家 这个不是我说的 他国内那些是很专业的中医港 那些老中医港 因此他们批评 他是国内现在 中西医化 就走错路了 他们知道走错路 所以在国内的民间中医 政府给他们撕大途 我觉得香港也都可以这样做 香港就说 你读书的中医 将来可以做官 民间中医 不做官 因为你不是在学校培养出来的嘛 那你民间中医给他走回 给他走回 民间中医 给斯大途合法化 那你的中华医術就开全了 举个例 譬如说我 几代都是医 敲犬的 敲犬西医 差不多没有医 大家都知道 我研究了几代 一敲犬命到我手上 我研究了几代 没九成就八成了 一来到我这儿我就医好 那这个是 我的屎屎产权 我的老爸的爷爷告诉我 你不要走歪路 总之感情你就忧忠就可以了 他不用走很多路 不用读五年书 几十年书 不用 他就医抠犬 所以我们中医的一句话 奇病的医不尽 医者没有全能 记住 即是没有全科的全能 没有全能的医生 你不可以科科你都行的 没有可能 你看一下中医的所谓 过去的学问里面 有不同的学说 有伤行论 初初来 跟着有不同的派别 皮肚派 之类之类 我感觉上 其实往往都是这样 在某一种的医疗理论 可能对某个地方 当地的疾病 可能是很见效的 而自然 遇到问题之后 大家会重新去探讨一下 有什么地方缺漏的 来到补充新的学派 我相信是这样慢慢地出现的 可以看到全科全能的医生 其实是很难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西医界不用这些分科 但我们经常都很讲求 中医是一个全面性的条理 所以在某个程度上 我们就被逼 要负担任务 我们要全面去看 又不可以分科 分眼科 之类之类 虽然我知道现在的大陆中医 都有很多这些分科 好 那么那个问题 有人这么说 就是中医 或者自然医疗 或者同学疗化 其实是二学难征的 这个是个基本的问题 不是说中医 或者自然医疗 里面那些方法不快 但是可以这么说 它一样可以很快 但是它是要捉摸它 用得它好 是要很多功夫的 那么好了 作为一个新毕业的学生 有一个经济的压力之下 是很容易就代入这个圈套 就是别人来 双方感冒来 那样 如果你用一些表面的 这样的西弱去处理 至少你的表性 你能按到先 你闭上眼睛 这样想都不用想 就能做到 好了 但是要你用中药的方法 传统中药的方法去做 是困难很多的 那么在你的经验不足之下 你自然就会有这个压力 是取易捨难的 这个是我的感觉 一个解释就是这里 但是如果这个问题 继续持续下去 正如你刚才所说的 就是古代的中药的智慧 是很快就会消失了 那我我我 我刚才都都觉得 其实香港没有说 你就是私人授徒 是不合法 其实就是没有这个法例 如果你是大方的 你喜欢的 那有人肯跟你的 个人都可以 这个不是一个 需要教育施主批准 你才可以这么做的 那我相信 其实就是很多的 新毕业的学生 都是会跟不同的中医的 其实这个情况 一直都存在着的 那好了 那就是说回 余各位 那个中医权益那里 那你经常说权益权益 就是很明显 你要争取 因为有些权益 是被侵犯 那我们先或者 给香港人看看 就是现在中医 和西医的 大家的权益方面 是怎么不平均 除了我刚才说 香港政府资助 西医的 是四百多亿的 好像说最近还要加 是吧 由我们那个 政府的总开销 十四个percent 增加到十七点 十七个percent 这样 那就是 这个几明显 是不是 就是 香港政府对中医 和对西医 是很不平均的 那好了 那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那个表列中医 和那个注冊中医 都有权益上的 很不同的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 再说 我们看到的 什么问题 在这方面 说到这个 所谓 权益的问题 就不可以 不说到 香港现在 中医的 业界人士 只有两类人 港大的市民 很多都 未必搞得清楚 因为有表列中医 和注冊中医 表列中医 一般的市民听到 就以为是什么 新的名词 还是什么 家伙呢 其实就是说 在未曾注册之前的 中医 从业园 他们全部都是表列 就是经过政府 核实了你是 这个业界的人 就给你一个表列 项目 就是说 政府认可你是 香港的 合法中医 但是 市民大众 听见你 表列 很多人就误解了 你是没有牌的了 那你是对表列的 医师 是多么大威胁呢 所以有些 客人 会看中医的时候 就会很不客气地问 你注册了吗 如果你说 好彩的 你是注册了的话 你就告诉他 我注册了 他就好似 放心些 给你帮他看病 但是 如果你说 你又不懂技巧 说 我是表列的 那这个客人 就鸡飞狗走 可能走了 因为他听见你表列 他就会觉得你是 没有牌的 所以 这件事 亦都是 有关当局 对于宣传上 是做得不足的 严格的说 也是一个行政失当的行为 令到香港 中医的业界人士 是蒙受了一些 很无谓的损失 此其一 第二件事 就说到现在 大家都可能会知道 就是注册中医 已经和西医平起平坐了 已经可以发放病假指了 其实不是平起平坐 只不过就是说 在大气候的成熟后 被注册中医 有这个签法病假指的权力 都是在07年的1月1日实行 但是通过这个法例的时候 是去年06年6月28日 三读通过的 当时我为什么会这么记忆呢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 空气的朋友 听到 他的记性很好 我没有看书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去年06年的6月26、27、28 我们香港中医师全职总工会 就是在立法会的门外面 就是72小时的抗争 我们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表列的中医 要争取他们 都一样可以签罚病假指这个权力 但是政府在立法会 就以一个行政的手段 他们说 6月28日 只是讨论注册中医师 签罚病假指的问题 而不切表列中医 所以完全是不提这个问题的 这个问题更加严重 因为市民大众去看医生 以前注册表列都没有病假指的权力的时候 病人的客人很客观 就是说 我看着阿甲这个中医 我不需要你注册还是表列 总而言之 我由弟弟看得大 健康又愉快 一擠茶喝下去就舒服了 那自然他有事干的时候 他就自然 所谓死人寻救路 他自然就去那个医师那里 照方就煮茶喝了就舒服了 是的 但是今天不同 因为注册有病假指 表列没有 你以前看那个医师 他不是注册 不够power 表列来的 我今天感冒 如果我看他 又不可以拿到假指 豈不是我要过去隔离 某某西医那里死生病假指 那我就双重开支 在这个现实社会里面 经济好都不是化算 何况现在经济不是好呢 故此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位表列医师的生计 就受到威胁了 第一 第二 比方刚才说 我们以往有病 看开那个阿甲的中医 一擠茶就舒服了 但是他没有注册 我没有试过 我可以试一下 如果他都可以 那就不用两重开支 结果 试了后行的死叔公中医 一擠茶就舒服了 前面那个阿甲 亦都没有了生存空间 有时我也有一种难以理解 过去政府任你自身自味 很多中医 很多老中医做得很好 当时我和他谈过的时候 他说以前做得很好 但现在政府开始承认你了 而很多中医就出现这个问题 问题是否因为有架子和户架子 正如你所说 那架子是07年1月才开始杀人 虽然在06年6月28日通过 其实架子不架子 其实不是一个 真是这么关键性的问题 我也听见你说 在立法国里面 政府官员的回答就是 为什么一个有一个没有 他们的答案就是 一个考试不合格 当然考试合格 和你的行业和人的认受 都不一定是直接的关系 那还有一样东西 其实你说合法写架子 其实香港没有任何法例 说你任何人 随便一个人 是不能写请假子的 请假子的问题是 你公司成不成型 不是说你写架子 你写架子给病人 你犯了法 其实香港没有这样的法例 应该据我所知 香港法例不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譬如政府部门 他就指定 你要去某医院医务所 是的 是的 那他说中医的架子 我不当是架子 那你没有解架 你是个病人 你只能有选一个 可以令到 雇主成型 雇主成型 如果你注写中医 他的病架子 你雇主不可以不承认 但你表列中医的病架子 雇主可以承认 可以 但他也可以承认 写架子 这个动作 不是一个法律的动作 就是说 如果我写架子给一个人 那我犯了法 其实没有这个法例 这个情况 医生相指 就是证明你看过医生 而且医生给一个意见 认为你应该休息 就是这么多 其实他也可以不接受 如果我固主 我也不接受 好像郭泰最近也有这个情况 很多空中服务员 写很长的架子 他跟医生有一个默契 郭泰都认为我不承认这个 其实大家都不是一个法律的条款 不是法律的 不是法律的 你都没有法律的保障 你写了医生指 一定要给你 是没有这个 但我最近看到报纸 政府就说 注册中医 写了病假疑出来 你固着一定要承认 不可以不承认 譬如说这个情况 譬如说 政府怎么看呢 政府实在跟着政府 会不会去做的 就是政府的顾员 是不是 就是行政上 他一定要跟的 跟政府的 你表你喜欢看就不行 不行啦 或者大机口都不行 我相信余医生说的 有些道理 因为 你做病人的时候 喂 我这个医生 你不可以不承认他的假疑 我要休息的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是啊 他注册中医开的病假疑 就顾着一定要承认 因为法律規定 表你中医就不是 他可以去那个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 可以告你 老公署 要告你 是老公署 我还有一个感受 就是 很多时候 以前哪个医生好 就看哪个 现在呢 我相信又不是了 那这个医生 他可不可以claim到的 他捐不到我就看,捐不到我就不看,你多好就是,也捐不到,我自己出錢我就不看 我自己本身感受就是這樣,病是我醫好的,但我一定要看那個理療師,不然我拿不到那個工相的賠償 我相信在座兩位中司都感同身實 我想政府的手法就是令到行政上令到你越來越困難,就是剛才而已,令到你越來越方便 如果你真是救命的,我沒有嫁也好,我都回來了,但如果你只是一般的,投人生慶的,我需要拿一張架子 那你當然可以給到架子,一般人是很現實去看這件事,不會跟你鬥氣,很自然就令到你生存困難 我又不知道他們是否故意的,肯定是故意的,如果這樣就抵達了 實際上,你說故意的,我認為就是,你將你中醫的行醫方法代入西醫,用西醫的方法 你一定用我的模式去發展你中醫,這樣就斬死你中醫的,絕你中醫的腦 這個故意的,為什麼呢,他未必知道這麼清楚,但這班中醫界敗類就告訴他 告訴他,這個就是這裡,絕他絲帶圖,你就斬斷中醫的血脈 那你要解釋一下,你為什麼覺得那班中醫的敗類就走了這班人出來 我不知道在這裡是否可以公開一些東西,可能就不太方便公開 因為我還未拿到實際的證明,實質的證明,未拿到 那當然這間所謂中醫界敗類,他們當然有利益,怎麼會這樣做 他,梁廷雄,林炳欣說,他們都是義務體政工作而已 那跟政府工作這麼多年都沒有錢的,當然不會,怎麼會這樣 至於利益在哪裡呢,我不可能就私下大家談 那可能有權利的好處,政府委派你,那個委員會,你覺得自己很厲害 很簡單,你能夠親近政府是一定有著數的,有沒有人 錯,他們有實際利益,你看一下,管理委員會裡面,是得了11個會 11個會,11個會,11個會的代表全部都做了那些高位 他11個會,就是行政機構、暴擊機構,就是11個會的 還有11個會辦的嘛 好了,你有五千多注冊中醫,每年每個注冊中醫 約會三年,二千多元,約會二千多元,五千個每三年有千多萬 給誰?進修,進修,進修,你還要在他們登記,叫做行政經,行政登記 在他們登記,在他們登記,在他們登記,不是在政府登記 這個會,你去每個會都可以,當它可能有些多一點,有些少一點 當它平均,每三年有千多萬,11個會,平均每個會分到百多萬 喂,這些會,有限公司,用有限公司的形式,幾個股東而已 現在的進修,那些課程呢,是指定是11個中醫的學會,才可以舉辦成形 就是這樣意思,是嗎? 沒錯,百幾個會,一百個會,為什麼只有一個? 為什麼其他都沒有份呢? 這個問題是這樣的,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呢,它最厲害的地方呢,就有管理的兩個字 是,但是沒有促進,沒有發展的,只是會捏住你們的喉嚨 不促進,不發展,只管理,最重要是管理你們的 前一陣子呢,有個遊行示威呢,有一班讀完一個課程,是跟國內一個中醫藥大學 那是不是這些不承認,就是這樣不承認呢? 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我想你講回,就是剛剛你講的問題 一會兒再補充一下,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其實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說呢,它那個香港主導醫療政策的西醫官員的部門 衛生署,或者是衛生福利食物局,那個政策局 他們跟這個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呢,就是很有默契地設計出很多很多的,叫做什麼呢? 一站式服務,是怎樣可以源源不絕地吸取利益 亦都可以慢慢慢慢將你中醫的傳統醫學呢,就變成了神前吉 年輕人,你知不知道什麼叫神前吉? 真是難得,你這麼古老的東西都認識 真是陰乾你了,佩服佩服 年輕可惟,很多年輕人都不認識 那原來呢,這些招招都是獨招來的 剛才,容超主席說呢,我是認同的 不過呢,我們都要小心言論 因為會有人呢,有心呢,抓你的痛腳就會叉住 但是我覺得今天上到來這個這麼寶貴的空氣當中呢 我覺得很多大眾廣大的市民呢,對這個問題是完全不知道的 所以我覺得是有必要說出來呢,就是說 主導醫療的機構,就是衛生署了 衛生署就陰點了一班香港中醫界裡面的所謂領袖級的人物 那些領袖級的人物呢,就由開始聚集在衛生署周圍開會的時候呢 他們已經設定好他們的條件呢,他們那些人全部是不需要任何考試 就已經可以吸直通車的註冊中醫師 這個已經設定了 換句話說呢,原本大家八千幾個表列中醫是沒有分角色的 沒有多久呢,他們已經根據遊戲規則,是他們訂的 他們怎會訂到他們過不了關呢,是不是呢 哪有這麼蠢的呢,所以他們那些所謂 他們說的資深的中醫界的從業員,已經過關了 不但只是這樣 甚至呢,讓一些漏網的人呢,是完全沒做過中醫的呢 都竟然可以根據遊戲規則,註冊的 都有的,但是這個問題呢,不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問題 所以我們暫且不表了 最重要呢,就是那些既得利益的中醫界的所謂尊貴的前面的領袖們 他們實質上呢,只是看他們的私利在眼前 所以出賣了港大香港的中醫業界的人 就是這麼簡單了 從而呢,在他們設那個路向,一路一站式服務的吸取利益裡面呢 因為他們是註冊中醫,他們不需要考試 但是他們有馬上在他們的中醫會裡 就成立一個會立的中醫學院 成立的中醫學院之後呢,他們又可以開一些考試的研習班 避史班 是呀是呀 就給你那班,另外那一大部分的表列中醫就應考補習班了 那我也是其中一屆的補習生 八千元喔 是200年,200年,八千元,補習費 那我呢,就已經叫做幸運的了 因為用了相當貴昂的入會費呢 超過兩千元的入會費 就拿到一個福利呢,八千元就有八折優惠 八百都要六十四 就不是易經的八百六十四 是八百六十四六千四元 其實很重負擔 因為呢,我們曾經呢,在那個統計上面呢 現代醫學的階層的人呢 可以用四個字去分析 非負則貴,現代醫學的人 即是講西醫 但是中醫藥的人呢 就非常之窮 很老到,多數都 那你叫他拿八千元去補習考試 不是得在啦 不是個個都應付得到啦 那還有呢,很多的中醫界的從業員 我們當年想過八千元那個 所謂的考試備課班 一個單位仔,那個工會 某某中醫師工會 他的單位呢 坐到座無虛席 擺六十張椅子 擺到爆了 走都走過的 他那幾年的會務經濟 哇,當堂飛黃騰達 你和我承一下他,六十個人 好了 每個不要乘八千啦 每個都乘六千四 多少錢啊 三幾個月而已 跟著他又再辦班 又再繼續辦班 是不是幾多利益啊 那再說回呢 剛才余蓉超主席說的 就是說 他們是陰點了這一堆 所謂中醫界那些古老會的頭頭 成為他中醫管理委員會裡面的委員 主席啦 部門主管等等等等 但是他們呢 很高招喔 他做中醫管理委員會的委員 譬如阿甲 他在他們會的中醫學院那裡 搞學科院長上課士的時候 他就夾他的副手 在會另外一個副手 成為院長 嗯 明不明啊 那變了看起來 不是雙重利益咯 但是我們知道 你是他會的人 這個副院長做院長啦 那其實呢 全部都是 他們自己雞食放肛寵的 你局外人就不懂分析 就不知咯 就是這樣啦 所以直到現在 這個中醫進修的機制 是強迫性進修的 就是好像現在強制的一樣 強制性的 那就是說 每三年的中醫 逐牌呢 首先 你要三年裡面 拿到他規定你三年裡面 逐牌的指定學分 譬如現在呢 是行使六十個學分的 三年裡面 要六十個學分 即每年二十個 二十小時 沒錯啦 進修的 那表面上看呢 是很光彩的 因為提高中醫的水準 令到大眾的利益 市民的健康得到保障 是很燦爛很光彩咯 但是我曾經問過衛生署長 是 現在的西醫 有沒有這個 這個項目 中身 不是 不是中身 西醫都是逐牌的 西醫都是逐牌的 西醫沒有嗎 西醫沒有 西醫沒有 專科醫生也有 哦 普通全科西醫 暫時未曾有強制性進修 嗯 鼓勵性是有 鼓勵性是有 加拿大 即是香港的 普通科就沒有 專科就有 沒錯 香港有個家庭醫生是專科 我認識醫生朋友 他都要去進修 家庭醫生他都當作是專科 我不清楚 普通的 即是剛剛畢業之後 做完事 這些就不需要 香港就是這個情況 其實呢 在世界各國 不同的專業 都有這些指定的 其實沒有什麼大不了 例如香港的質骨神經科學會 暫時都沒有 在加拿大的質骨神經醫學 例如每個省不同 大多數都有的 牙科都有的 我最近有個表哥 他就放棄了 他排都不拿了 他問他為什麼呢 他說原來 因為要繼續去讀書 其實很多這些讀書 都很爬爬烏的 我也上很多這樣的 course 吃一頓飯 上下課堂 也不會考你的 其實可以這樣說 是很表面的 好了 這個題目其實還有很多可以講 我們現在休息一下 就會加時繼續討論 我們今天可以去到十二點鐘都可以 好 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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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你